在台湾,由经济部主办的2016亚太电商峰会 共邀请亚太八大重要市场 20位国际级的奖者与会 是台湾政府主办的会议中 首次邀请到菲律宾贸工部电子商务司 越南电子商务与资讯科技署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等 亚太区域重要的APEC代表共同出席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明涛指出 中国对于跨境电商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李明涛说 沿着一带一路整个沿线几十个国家 我们希望通过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互联互通 通过政策层面的沟通来服务好 整个一个紧密联系的达到经济区域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相信跨境电子商务也会成为 整个一带一路区域的一个先导性的力量 因为我们发现沿线国家对于中国商品 中国的电子商务还是有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需要 2016亚太电商峰会 并促成台湾86小铺与中国大陆湖南卫视节目 台湾全家集团与日本Tencil 以及台湾云配创新和菲律宾数位科技公司签订合作意向 李明涛还说 我们也非常的期望 我们台湾的业者能够充分地把握好下一个阶段 中国大陆整个的电商走出去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因为大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可能会对人才方面 会对物流方面 很多的方面提出很多的具体的需求 那么我们如何把台湾的相关的资源优势 把它整合好 把它利用好 来共同联手 实现一个全球化金电子商务市场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发展 我觉得这方面 也越谈了非常大的一个发展机会 根据eMarketer调查 2015年全球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已达到人民币10.5兆 2020年的交易额将成长至27.4兆人民币 占全球零售的比重也将倍增至14.6% 在这蓬勃发展的态势中 又以亚太区的成长最高 将在未来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扮演关键的角色 台湾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表示 台湾电子商务在亚太区起步较早 加上位处东亚航运与空运的枢纽位置 使台湾电子商务具有跨国合作的优势 将持续推动多边及双边的经贸谈判 参与区域的经济整合 提升台湾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力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